这个一岁小男童遭到虐死事件 凸显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 你政府花了上百亿元打造的网 结果现在破了这么多的洞 如今靠着凯凯的死 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检讨 要来进行更多的揭发 好这个保姆哦 就是来对凯凯下毒手的这对姐妹 流姓姐妹 好现在呢已经进入到看守所了 但是网友直呼真的是讽刺 因为他们为凯凯春搜水 但是自己进了看守所吃的是什么 炸酥腿排人参鸡汤麻辣烫 好各种原来这是我们的 是看到看守所的菜色 而且呢听说这些菜 都是有经过专业营养师来进行调配的 所以网友也真的很感慨 这个对比实在是太过讽刺 好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说 其实为什么这对保姆 能够被以确切的证据神之以法 还好靠的是这位 由中天新闻网独家追踪 而揭发出来的这位关键人物 就是刘家的外傭 那呢他是说 其实好几次就已经看到了 姐妹花有对凯凯进行这个施虐的行为 那一开始觉得很可怕 后来觉得不行 他必须要留下证据 所以其实是有偷偷录影存证的 好现在呢这段影片也已经交由检调单位 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了 刘姓姐妹现在大家也在不停的持续 起底他们的声势 因为一开始他们说要不是为了钱 他们才不想照顾什么小男童 缺钱吗贫穷吗 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状况 只有大家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们蛮富有的 怎么说呢 现在被发现刘家家族 其实是持有三栋房产名下 还有多辆汽车 也就是说姐妹各自至少一个人 名下就有一栋房产 而且呢依照这个实价登陆来算的话 可能那个总是只是超过一亿元 那据说呢刘家的作风也都蛮霸道的 好像呢行事作风也从这里看得出来 说什么连停车位都不给人家停满阿爸的这个意思 那听说呢当中姐姐的先生 还是一名船长哦 好在这个甚至有开了自己的这个吊船 所以听说在某些旺季 生意是还不错的 收入其实也都是不错的一家人 那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个残暴的行为 现在呢 其实这整起事件有一个案外案 就是大家在讨论到底该不该对这名社工上手铐 因为延伸到了是不是整起事件 明明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 但现在变成针对社工来进行一个猎屋的行动呢 所以现在很多民团 其实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声音出现 那办案人员现在要赶紧来对外说明 到底这名社工他的涉案程度有多深 真的是毫不知情吗 还是其实他也参与了造假 甚至包庇保姆这样的行为 结果呢发现他其实是承认访试记录有错 那当然有错的这个部分 目前还不知道有错指的是你刻意的造假 还是因为你太过相信保姆而衍生后续 这样一个视察记录 其实是错误的 但你不知情 那他的意思是说 他本人是并不知道保姆 其实有这样的虐童行为 好这是来自社工目前一个检调侦办的最新进度 好再来看到呢 又回到了这个外傭的部分说 其实现在好像连外傭界 等于是他们都是外国人士啦 外籍人士 但他们也发现了整起事件 现在也传到了外傭圈儿里 结果蔡振远说很可惜的 现在好像整个外傭界对这件事情 也影响了到对台湾人的印象 他们说什么 台湾人好可怕 所以他认为整件事情 必须要进行刻骨铭心的一个大检讨 不过现在大家也都在 不解像是刚才 好像都没有提到男童的外婆对吧 所以呢男童的家属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出面 来对外做一个解释发言呢 好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其实男童的阿姨是有透过一段 40秒钟的阴档来对外进行发声 他强调没有家属出面 其实并是有原因的 说大家都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也不方便出面表达意见 现在就只能求还原案发证实 好再来呢 看到是这个男童遭虐致死 就外界质疑了 因为呢 其实等于是男童的死亡时间 是在去年底 12月24号 那为什么这整个三月的期间 这几件事情到现在才揭发出来 那卫福部甚至是连检讨报告都没有开 甚至是在台北市进行了两次通报之后 这个卫福部说不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虐统事件 那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是亲自出席了行政院会 也向行政院长陈建仁当面建议 要建立三方共访机制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交给记者秉翰 好主播台北上角万安今天上午因为虐童的案件 来到行政院出席行政院会 将会当面和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沟通讨论 带来听脚万安的稍早访问 对我想今天特别来行政院会 因为最近大家非常关心虐童案件 那我看到今天行政院会的议程 其实并没有排入相关的讨论跟报告 那当然很希望借由院会 特别是中央地方首长能够齐取开会的场合 能够建议中央 很多未来可以改进做更好 或将整个社会安全网 补上的一些建议 所以等一下也会当面 跟院长还有部位首长来表达 提出各种建议想法 我们也很希望聆听中央的意见 那我想最重要 面对内容案件 没有人是局外人 中央地方以及未来各方都应该共同努力 然后把社会安全做到更完善更全面 好 蒋婉安表示 今天上午行政院会 并没有将虐童案纳入院会讨论 蒋婉安也强调 希望透过这一次来中央 直接和陈建人沟通 落实中央和地方的三方共访机制 还有精进寄养家庭评件 以及建立全国保姆平台等等 希望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让悲剧不再发生 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象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